结婚越来越简单了 以后可能只要身份证就行了 不用护个本了 但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是免费的检查 那些朋友一定要去做 不然等到你结婚以后 可能就后悔莫及了 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幸福 那就是婚前免费的婚检 可能很多朋友 结婚之前都没有做过这个检查 那么婚检可以查哪些内容呢 今天我来告诉你 第一个就是可以查男女双方 有没有一些不太适合结婚 或者是生孩子的重大疾病史 生理缺陷精神病史等等 如果有一些很严重的情况 那么一上了就直接穿退了 就是说呢 不适合结婚 或者结婚以后的话呢 想要生孩子 那么有很大的风险 生下来的后代呢 可能会得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 那这样的婚姻呢 就要非常慎重了 第二个呢 就还可以查一查 夫妻双方有没有一些传染病 比如说乙肝 艾滋梅毒等等 有这些传染病是可以结婚的 但是的话呢 婚前夫妻双方有必要了解对方 有没有传染病 并且做好预防措施 那有朋友说 这些疾病是他个人的隐私 他不给我看报告怎么办 那各位朋友 他都不敢给你看报告了 这个婚还有必要结吗 最后有朋友悄悄地问 那么婚前可不可以查一查 另一方那方面的能力行不行 很遗憾 这个是查不出来的 想要知道对方那方面能力行不行 你们只能自己去实践了 所以有条件的话呢 婚前应该同居一段时间 曾经曾经感情同时 了解一下对方到底行不行 因为那方面确实也很重要 万一不行 可能一辈子的幸福都耽误了 好了各位朋友 都知道了吧 婚前免费的婚前 一定要做啊 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朋友知道